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真的很辛苦 大家都牙平牙根 都没有朝我说明明 我要出来做生意 万华染疫风暴 重极老城区 在地人攜手 意气挺万华 我们万华是老城区 但是有老家屋的意气存在 是因为我就在这 然后我也去等 我跟万华地区的人 一起共同经历的这些事 虽然疫情重创万华 但万华人更不气馁 近新闻调查报告 带您一起前进万华 看万华人如何用自己的力量 一起冲下去 您好 欢迎收看 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芳杰 从2019年12月上旬 武汉爆发新型肺炎开始到现在 病毒形态不断地变异 从COVID-19到Delta 甚至是最近的Omicron 全球始终笼罩在病毒的阴影之下 今晚科学家也加速启动研究 但是病毒的特性让疫情的走向 仍然充满各种变数 截至今年1月18号 台湾累计的确诊个案是17951个人 而累计的死亡个案有851人 回顾2021年 台湾COVID-19疫情爆发社区感染 从5月15号实施三级警戒 到7月26号为止 这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 每个人的生活形态都被影响 随之也产生了结构上的改变 尤其您还记得是疫情初期 最惨重的区域万华 除了被说是破口 甚至还有人称这里为万华病毒 这一切都重创了许多万华人 以及在万华讨生活的店家和老板们 今天我们的《一起撑下去》系列报导 就要将时序拉回2021年5月 来看看万华这个老城区 在疫情下面临生活重疾的人 如何重新找到撑下去的力量 对许多万华人而言 2021年5月12号 可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天 因为有多数确诊者的来源 都来自于万华阿宫殿 于是位于三水街一带的万华 万华茶室文化街就成为了 在疫情之下最寂寞的一区 从疫情爆发开始 172家的阿宫殿茶室被迫停业 一直到2021年的11月16号 才终于有44家阿宫殿副业了 当时2021年7月的时候 我们的调查团队也深入了万华茶室 独家专访到了当时疫情爆发的 第一间宏达茶艺馆的老板 残斗 当疾管署一公布他店里的服务人员 成了确诊者时 残斗也成了被匡列的隔离名单之一 在这段期间 甚至还有许多人谣传说 他已经染疫往生了 还好 其实他一切平安 只是店也没有办法开了 他只好转移战场赶卖吃的 到底他这一路以来的心境是什么呢 还有除此之外 在这段期间也让不少网友开始猎屋 好奇到底这个让人无法说出口 却一直存在于万华的特殊产业 阿宫店到底有多好玩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前进万华阿宫店 深入了解这个台湾独有的茶室文化 从万华最著名的蒙甲公园望向对街 斗大的招牌写着万华茶室文化老街 看似希望像台湾其他老街一样 发展成文化观光景点 但实际走进巷弄中 随着COVID-19疫情爆发 巷内空无一人 只见各式略显暧昧的招牌 与性感美女照片 这个所谓的阿宫店 在这两个月下来 是几乎全部都是停业当中 那没有任何一家 敢开再开始营业 大家闻万华而色变 那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几乎是一个死程 没有人敢在万华这个地方走动 在万华经营茶室 长达20年的蒙甲民歌 也直呼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它也带着我们重回 当初最严重的疫情重灾区 旁边的这一家宏达 就是在这次万华 茶艺馆阿宫店里面 首先爆发出有确诊者 也造成这里开始成为 重灾区的一个原始店之一 从这边开始就拖到对面 左边右边 等于像是一个炸弹 就这样子爆开来 在这里面的上班的小姐 还有来这边消费的 也死了不少人 宏达清茶馆员工染疫事件 在万华掀起了疫情大风暴 而曾是宏达清茶馆的老板 蚕豆也首度在媒体前曝光 疫情后蚕豆改变了人生的主场 不开清茶馆而是改卖白萝卜炖排骨 以及高丽菜饭 但当我们问起当时宏达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无奈地说 那个宏达 都关起来 都关起来 试过境迁 蚕豆已不想再回忆起那段恐惧的过往 只说当卫福部疾管署 公布店里的服务人员成了确诊者时 他也是匡列隔离名单之一 虽然在这段期间 有许多人谣传他染疫往生 但索性他一切都平安 解隔离后就转移战场 来卖高丽菜饭 如今已拉下铁门的宏达清茶馆 门口只剩看似 从店里丢出的垃圾 与随意堆制的身材器具 都退出了 因为储水不动 储水十万 那三个月没做三十万要赚 其实这些生理都是很平价 不是很高级的 几百块就可以消费的东西 一个月要赚那么多钱哪有可能 买这些生理也没有很多 因为那里面太多嘛 竞争相当有大 所以可以维持的 可以一个月都本一两千块 一个月啦 我们主要是买 周边三平常水果几个月 一天买这么万块 赚几千块 51岁了 第一次觉得万花那么恐怖 真的啊 晚上都没人会怕 想象不到 怎么想也想不到 面对这波疫情海啸 蚕豆也只能苦笑 但他仍保有乐观 索性还有一家小吃店可经营 虽然生意也是大受影响 但至少还能维持正常生活 而除了蚕豆之外 同样受创的还有他 武汉会员那时候过完年 我们不知道会那么 那时候不知道那么严重 一开始的时候 坦白讲没生意 十家店里面 真正赚钱赚不到三家 七家有五家是打平 两三家 这样子是倒贴 那为什么要倒贴还要再做 很多老板可能二十年三十年都会在这边做 他离不开这边 他能不能认为以前都很好都赚到钱 但是其实说还会再起来的一天 所以说每个老板愿意还在这边凹 但我自己经营个店 也开了十几年 刚开始开到现在没有像这样子 那么惨 店家坚持不退 除了离不开 更是为了一份情 到现在的小姐年纪都很大了 五十几算年轻 六十几七十几很多 还有八十几的 再来你不做 这边小姐 这边的服务人员 这边的家庭 一家店养几个家庭 一个家庭有多少人 你去把它算算看 总共要能养多少人 造就了多少人 很多以前上班小姐讲一句话 她前家大小小孩子 长大到结婚生小孩子 都是她一个人支撑起来 相隔两个月 总干事走进茶室文化街 以看不见过往的喧嚣 脸上的神情显得落寞 她打趣地说 自从万华的茶室文化街停摆之后 街上死最多的是老鼠 而与这里息息相关的人 也只能做垂死的挣扎 尤其在疫情期间 许多人将茶室阿公店 视为病毒流动的头号战犯 更让她忍不住激动哽咽 不要污名化阿公店 你会觉得很心痛 真的 我们里面的痛苦没有人知道 有些很多家庭可能都因为这样破碎 真的 总算是最心疼的底子 这边大家都停摆 现在一般很多也都为了生活 在烦恼 没有钱什么都不用讲 对普罗大众而言 茶室和阿公店时常被划上等号 根据统计 全盛时期曾高达400多间 目前大约仅剩172间 以茶艺馆 歌友会 清茶馆 卡拉OK的名目 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但其实多数茶室 就是唱歌泡茶聊天的地方 至于某些阿公店会有女士陪酒 里头还有其特殊的生态链 店内服务的女士 大多为40岁以上 走公台服务模式 一台大约在200到300元不等 也就是假设A小姐 在A店家坐了15分钟 就可以转台到B店家 甚至C店家 生意好的时候 小姐甚至可转到10台之多 而这也是导致病毒迅速 在店家之间扩散的 重要关键之一 依拉克的进驻 让万华许多的茶室及阿公店 也被许多人塑造成为 各种污秽与不堪的情色中心 依拉克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 你知道吗 依连拉克 简称依拉克 那时候我就把他洗依拉克 依拉克就从这样子开始 以前刚开始没有 依拉克 没有什么拉克 一般都店家 客人直接来 到后来有几个 有几个小姐比较老 我到外面去把客人拉进来 有些店家提供他的场所给他 只收他的房间会100块 那这个他交来做了以后 这个小姐有客人 他也要叫他去做 要还台 就是我还你个人群嘛 你叫我来赚这个钱 我有机会 我也会让你赚人群 所以依拉克病人 他的很好赚 虽然部分依拉克 让某些茶室的文化变了调 但很多店家 其实还是坚守原则 在门口就载名 聚收依拉克 多数叫守法的茶室 阿公店 说穿了就只是老人家 放松聊天喝茶的去处 在万华有很多客人都很好 都阿公 那他为什么要来这边 我有来这边泡个茶 消磨一下一个下午 几百块我就有了 你想要找哪个地方 人家给你消磨时间 陪你唱歌 喝茶 几百块 一千块以内你花得了吗 花不了 但是来阿公店 就是有这个好处 年轻的时候走走走 我们去那家喝咖啡聊天 一直是一样 也是年龄成不一样 但是作用都是一样 就是这样子 一场肺炎疫情 让万华长年身处 黑暗的特殊产业工作者 坠入了无底深渊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静静守候着 这个谋生已久的七身之所 期盼茶室文化 能再恢复往日风华 不再陷入黑暗与寂寞 欢迎回来进新闻调查报告 在疫情之后 有超过长达半年的时间 172家阿公店无法经营 一直以来 长时间跟茶室唇齿相依的 陪酒女士 还有因为在街上 是一个人拉客 而俗称伊拉克的女性工作者 以及在其楼下招揽生意的 性产业工作者 我们姑且先不论 她的工作合法与否 但是都是因为疫情 而失去了赚钱谋生的来源 这次我们也独家采访到 疫情前在茶室服务 以及拉客人为生的阿珍姐 深入了她的住所 看到了十分凌乱的环境 以及她的生活困境 65岁的她在这几条茶世界 生活20多年了 靠着替其他小姐 拉客人做生意 每天能够得到的收入 可能连500块都不到 但是至少还是能靠自己 赚点吃饭钱 生活也勉强过得下去 除此之外 我们也进到了 万华性工作者的职业房 过去她曾经租房 在这里工作 养活自己跟一家大小 但是在疫情来袭之后 因为无力支付房租 只能够放弃退租了 如果人生有的选择 相信没有人会愿意 靠买卖身体来换取金钱 而无法贪在阳光下工作的他们 在疫情过后 如何面对未来与人生 被查试求了 大半生的性工作者 又该何去何从呢 一场COVID-19疫情风暴 使得台北市万华区 多家查试人员染疫 也让这些查试姐妹们的劳动生态 被摊在阳光底下 一间间昏暗狭小的查试里 有多少人以此为生 养活自己跟一家人 7月中旬 COVID-19疫情爆发后的两月 万华三水街一带的查试 仍旧无法营业 查试铁门紧闭 只剩几位在街上聊天姐们的大哥大姐 我们上前攀谈 就刚好遇见了一位在查试服务的大姐 我问一下你们在查试馆服务 我现在将近20还是20几年 我在买他们做老师 讲话急促的阿真姐 除了简单介绍自己 多数的时间是在跟我们抱怨 她与周遭姐妹们的恩怨情仇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她在这里的租屋 与工作状况 我们也跟着她前往她的住处 刚满65 刚满65 我44年次 一走出电梯旁边的楼梯间 堆满了垃圾 纸箱 烟蒂 墙壁漆黑斑驳 大姐直言这里环境很乱 常有无家者会来楼梯间站住 她也住得胆战心惊 但房租便宜至少还能有个妻生之所 要抵达阿真姐的住处 仿佛像在走鼻宫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整层的公寓 被隔成了好几间的小套房 走道上更是堆满了杂物 不好意思 你帮我还在整理 所以你刚搬来这里 对了 打开房门潮湿闷热的气 位扑鼻而来 大约两瓶大小的空间 八千块的房租 有冷气 有胃浴 在这里已经是还不做的条件 姐 你说你之前在茶艺馆工作 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服务啊 跟客人喝酒啦 跳舞啦 现在我不喝了 不要那么少了乱喝 以前喝醉 钱都被人家拿走 之前还有休息一点多受伤 后来想说不行 不要拖累 拖累孩子 为了要养孩子 生活 你儿子叫我不做 我说想说再做个一两年 钱逃回来啦 存一点钱 想要不做了 以后她说妈妈你不要做了 我打电话 她之前有时候还哭呢 我说不能哭 提起勇气我自己拼 我跟女儿你们自己前面要告好 二十多年前先生过世后 阿珍姐就从新竹上来万华打拼 对于这些年工作上的细节 她不愿多谈 只说很多人说她傻 也欺负她傻 但至少她不偷不抢 这些年也靠着在茶室讨生活 养大了小孩 她知道你住在这个地方 知道 她说妈妈你自己要小心 我也是叫她们小心 现在那个 那个 你怎么不跟她住在一起 不用啦 我不想 当然因为我们时间不一样 我有时候上个二十几个小时 我现在是向前看 那这样子一天可以赚多少钱 以前好 现在不好了 我的客人好 赚个两三千块 有时候一毛也没有 那你赚是人家给你小费这样子 对啦 对啊 给我们一百两百啊 现在就只剩几百块这样 对啊 有时候不一定啦 有的旧客人 我们很好的交情 有时候一两千啦 不一定 散落一床的杂物 桌上甚至还有吃完好几天没丢的便当盒 带洗衣物也还全数堆置在洗脸盆里 看到这样的居住环境 我们感到诧异之余 更多的是心酸与不舍 而同样在这波疫情下遭遇人生困惊的还有一群连出来发声 都没有勇气的隐形受害者 像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空间 是属于是俗称的个体户的职业房的布置 这样子的空间 现在我们也听到本来在使用的这一位性工作者 也因为在疫情的这个两个月下来也就是半个月前 跟他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先放下本来固定要缴这一个一个月的房租的这个经济压力 在面对米刚的紧缩的状况下只能放掉 租了16年的职业房却因零收入被迫退租 房间里还有因疫情而特意准备的酒精 但却不晓得何时能再重返这间职业房 长期在第一线关怀性工作者的怡婷也在这两个月 看尽了各种因经济压力不堪负荷的悲惨故事 他们就是因为本来都吃安眠药或是抗忧郁药 还可以勉强维持 可是是这两个月我就会比较频繁接到 他们在三更半夜的时候睡不好 心情很无阻打电话给我 有人已经是直接是 是开始跟周边的人借2万块肚子日的 养5个孙子的 他的儿子现在在服役 他有5个孙子要养 他们现在就在面临 到底是要病死还是饿死 我讲更沉重的 已经有一个小姐 她就是跳楼自杀 她已经错不出 5月的房租1.8万 就已经跟房东是求着说 可不可以减低 哪晓得第二个月继续解第三级 她付不出来 房东跟她讲说 你不知道就退出 一气之下她也要报仇 她就在她的租 跳从高处算下来死了 病毒还没夺去人命 却是疫情下生活的窘迫 让底层工作者难以生存 疫情发生之前 一间小小的套房 就能让性工作者 养活自己与一家大小 但如今面对经济上的压迫 仿佛仅仅掐住了这群性工作者的咽喉 该怎么继续原本的工作 继续活下去 成了进退两难的课题 不只是来站岗 取缔方式也是 最近我们听到的几个案例 都是比一般的时候 更是粗鲁的 直接警察上场演客人说 要叫我 这不是一种钓鱼吗 可是他就要跟你硬拗说 你也回我一千块 那你为难老小姐 我就是这两个月我都没有赚钱 我好不容易演钱有一个机会 我当然要问看看 要不要借看看啊 你这什么意思 然后结果我要吃上六千块的罚单 已经在发生这些事 因为脚就在他们身上 然后饿死的这个问题 也是在他们身上 我们真的不可能说你不应该 我讲不出这个话 即便万华茶室复工了 但这群依附在茶室周围 讨生活的性工作者 依旧不在政府的未来规划内 还是只能偷偷摸摸 占取所需 政府如果无法让性交易合法化 如何辅导这群姐妹 能有另外的一技之长维持生活 更是当务之急 一妹的严格取缔恐怕只会把她们 逼往更阴暗的角落 对这群姐妹而言 职业应该是不分贵贱 但为何同样用工作换取金钱报偿的她们 却始终看不见那一道明亮的人生曙光 2021年5月 台湾进入了三级警戒之后 万华地区人人自危 原本热闹的蒙甲夜市也没有人潮了 连摊商都如临大敌 但是摊贩们没有因此慌乱 反而靠着团结自律找到了出路 早在三级警戒开始的两天前 蒙甲夜市115个摊位就超前部署 自主停业 所有的摊位通通休息了 没有任何一家出来营业 其实对夜市摊商来说 没有营业收入就是零 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一家摊商有意义 反而在防疫期间 他们空出了一条干干净净的道路 还被外界称为防疫奇迹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全台湾唯一一个 由自制会自行营运的夜市外送服务 不管你想吃哪一摊 都会有人帮你送到家 这样的蒙甲夜市做出了独有的特色 也让人看到了万华人的意气 到底蒙甲夜市这115摊 为什么可以做到如此团结 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 拉回到2021年的6月份 526的要小分甜不辣 小分甘酥两只博士要算 来到万华知名的咸素鸡摊 明明迅速点完餐 点菜时寒的数字526指的是防疫旅馆的房后 这是热的吧 好热的一个 重的大了一个 买完咸素鸡明明又接着买了 蛾阿米酸和螺蛳粉 这回不是防号5261的 而是其他回国旅客想要解解馋 买完东西后明明就立刻把这些夜市美食 送到防疫旅馆 但外送不稀奇 稀奇的是这是蒙甲夜市自制会自己创立的外送服务 更是全国首创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间 撑起不少贪伤的生活 受了那个疫情的影响 几乎所有的夜市都撑不下去 如我们万华也一样 然后我们明明会长啊 就马上就弄了一个外送 那时候的确带动了我们整个夜市的 米饿真的有提告 那这边大概就是在夜市的 差不多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而已 快个便当钱啊 三级警戒期间夜市无法开门营业 但是黄小姐就把摊车移到家门口 专接自家夜市的外送单 赚个三餐温饱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要力挺自家夜市的外送服务 让明明可以把夜市美食 送到防疫旅馆给归国旅客 而负责外送的明明 是蒙甲夜市自治会的会长也是摊商 你的胡椒虾虾亭业 所以你的收入不是靠这个吗 这个没有收入耶 何顺商里没有收运费啊 纯粹帮忙的 没有收入的外送服务就是份义工 但明明却甘心做 除了是感谢黄毅旅馆在转型前 曾经替夜市带来不少观光客 还有一个原因 是他从小在蒙甲夜市长大 经历了万华的棋棋落落 2003年的SARS 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 他都在蒙甲夜市套生活 却也是第一次碰到 夜市不能也不敢开门营业 我很舍不得 嗯 我们夜市这样子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真的很辛苦 大家都牙紧牙根 都没有吵我说明明 我要出来做生意 没有 对生意人来说 没有开门营业收入就是零 但我们在六月底 第一次拜访明明的这一天 蒙甲夜市已经停业一个多月 当天还是三级警戒期间 我们跟着明明来到蒙甲夜市 夜市里没有了过往的热闹喧嚣 而是一片漆黑一片空空荡荡 路中间的摊贩全部休息 只有少数店家营业 这里也是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期间 全台湾最早自主停业的夜市 他们早在政府实施三级警戒的两天前 也就是五月十三号 阿公店刚爆出有人确诊 明明就临时宣布即刻起暂停一夜 我想要死了 确诊者来我们这边还得了 因为这边的阿公店 他们的是密闭式空间 况且他们的小姐是到处乱跑的 又近身接触又互相交集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种事情 一发不可收拾 蒙甲夜市和临近的阿公店 常年以来都是共同生活圈 阿公店沦陷 让蒙甲夜市绷紧神经 就算开放夜市为解封 但当时确诊人数仍旧居高不下 他们担心还有微包蛋继续维持自主停业 这样的团结还一度被外界封为防疫奇迹 但这样的奇迹绝非意外 而是历经了时间和悲剧淬炼而成的 故事要从民国97年开始说起 当时营业中的蒙甲夜市虽然是违法摊伤 但多年来警民之间向案无事 顶多警察来的时候推着摊车跑给警察追 直到那一天有摊伤被黑衣人砸摊 不听话就被黑衣人把他先摊 发生这种事情 台北市这种台下铁碗 保安来站岗 跑到晚上12点才能够出来 但是人潮没了 不摆家里要吃饭 120摊就是120个家庭 没有办法生活的人 他们会去后面做生意 不然就是打工什么的 可是真的是有一个个案 就是因为他本身他有债务 那他又没有办法不赚钱 所以他白天也开计程车 晚上有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又有过劳死 将近一年没有办法做生意 曾经一起打拼的摊商好友因此送命 明明和里长金爵不能够再坐以待毙 他们四处求助处处碰毙 才终于找到机会向当时的市长郝龙斌陈勤 并挂保证会成立自治会 不会再让黑道闹事 最后郝龙斌终于点头拍板成立自治会 由敏敏担任会长 也正因为这个讨生活的机会得来不易 扣紧了摊商之间的感情 让他们在疫情严峻时刻 靠着团结打出防疫奇迹 也终于称道解除三级警戒 历经了72天亭夜 终于迎来全国警戒降为二级 文甲夜市逐步恢复营运 摊商们各个摩拳擦掌万分期待 蛮开心的 在家里待久了会无聊吧 开心啊 已经关了好久了 还有看了好多轮流有钱赚啊 但我们观察发现 复野当天摊商们有别以往 都是等到晚间五点过后 才陆陆续续出来摆摊 原来是因为夜市内的人际医院 是疫苗接种站 为了不影响医院运作 摊商们自行统一延后开业 同时也抓紧时间 等医院接种站一结束运作 就赶紧在所有出入口 架设消毒通道喷洒酒精 并拉起红楼管制人流 要求所有来到夜市的民众 都必须先做好实名制登陆 才能进入夜市 有趣的是这些工作人员本身也是摊商 你们是这边的摊商 对对对 那你们自己的摊呢 休息 因为这一次是单号 摊商告诉我们为了降载营业 降低传染风险 蒙甲业是以摊商号码来分流 第一周让单号营业 第二周就是双号 没有轮到营业的摊商 就担任志工在各个出入口把关 仔细看还会发现 所有工作人员和摊商 都穿上同样的黑色制服 这不是为了庆祝副业 而是蒙甲业市长久以来的习惯 除此之外 还有个小地方能看出 蒙甲业市的感情不一样 阿伯 你的口罩 你的口罩 你们大家看到都没有在喊 还有我一个人喊 有一个没有戴口罩 你们都没有在喊 发现有人拿下口罩 明明除了喝止 也气到当场大骂摊商 骂到整条街都听到了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摊商老板娘竟然是 摸摸鼻子跑来解释 透过广播提醒民众派摊商 要严守防疫规定不能松懈 就是怕有个疏忽 让蒙甲业市又陷入危险之中 也需要用行动来证明 万华人不是破口 反而靠着团结 撑起这个牵动115个家庭的蒙甲业市 前面我们看到了一群团结的夜市人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万华人 在双北升至三级警戒的时候 万华因为确诊的人数众多 成为了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区 但是当地的医护急需资源帮助 于是我是万华人版主邵维伦 就号召了万华人一起来帮忙 每天送出了两三百个便当和饮料 这么持续了超过两个月 累计送出了超过两万个便当 有近千人提供了不管是做餐或送餐 等等各种的帮助 资助的总金额超过了200万元 成为了当地人跟医护最大的后盾 所有万华人团结一心 病毒并不会将他们击倒 所有万华人都会相互扶持 一起挺过这场病毒风暴 这绝对是你从没看过的万华 原本总是热闹的龙山寺周边 因疫情关闭 乡客只能远远隔着一道炸门 祈求神明保佑 而聚集众多特色小吃与按摩店的华西街 如今也只剩工人 摊坐在地上休息 除此之外 万华最著名的茶室文化街 剥皮疗周边店家也全都拉下铁门 疫情下的万华街道上冷冷清清 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整个城市仿佛被调为静音模式 这一波的疫情主要在万华 这个地区所散播开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破坏 你说万华 鲁州的案例跟万华区的案例 那事实上是有人跟人的理解 人与人的连结 外加破口一说 不停地被大做文章 让万华这个老城区 身处暴风圈之中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 万华人家人真的可怜 你看店可以开了啦 没有人啦 跟住花蓮跟住台东一样 连人车都没有 你晚上来体验看看 你有看过这一条 变成这个样子过吗 没有没有 从小到大 以前SARS也是一个多月就好了 万华染疫风暴 重击了这个老城区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反倒成了在地人 攜手面对病毒威胁的 重要关键 一天要搞16 17个小时 过一过 真的 从二级开始 万华人在酝酿那个群序 就是外界 对万华这个地区有恐惧 跟包括住在这边的人 他们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提防的话 那其实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心里面是很受伤的 万华人内心的苦闷 邵维伦全都看在眼里 身为我是万华人 脸书社团版主的他 每天从大家的po文 与字里行间 就能窺之一二 然而随着疫情逐渐在万华扩散 这里也成了被孤立的区域 确实那个时候 整个街头是冷冷清清 没有什么人敢出来 万华区没有什么外送员 然后有很多巨送的状况 包括医护人员他们也有类似的状况 从五月十六号 一同医护急需五十个便当的电话开始 邵维伦在板上发起了自救救人的活动 以十个八十元便当为单位 你想捐助几个便当就在板上留言 透过板主邵维伦媒合每天所需要的便当数 并让捐助者自行付费给在地店家 制作八十元超值便当 如此一来店家可获得微薄收入 捐助者也能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金黄色油锅里炸得滋滋作响的虾卷 是蒙甲东三水街市场超过一甲子炸物 明天必买的招牌之一 老板在锅炉前忙进又忙出 准备的正式要送给医护人员的便当 我们炸完都会让它沥干 所以不会有力 他们现在医护人员只是太热了 所以想吃一些像点心这样 所以我们没有加饭 他们也吃不加饭 虽然说是点心 但每一盒都塞满了店里的各式招牌炸物 里头装的除了有店家的心意之外 更多的是万华人相挺的情何意 完成 这样就 可以 我水甲要拿到你煮了 OK 等一下 可以了 可以了 OK 水滚 你要帮我吃 对 我吃帮我拿 我给你担包 来 给我 可以了 可以了 把他们喂喂饱 他们才有办法帮我们做防疫的工作 有他们在 至少我们还可以做生意 我们还可以做生意 老板你们感情好好 还可以共用一个厨房 兄弟 受他照顾很多 没有 是大哥照顾很多 你们这样几年的交情 二十几年 这应该是万华族友的那种 有情有义的感觉 对啊 对喔 我们万华是老城区 但是有老江湖的意气存在 对 是别的城区没有的东西 从小就在万华长大的 郑敬藤与徐毅能 两人都在东三水街市场做生意 一路以来总是互相扶持 所以他们一知道有这样的活动 也决定一起参与 拿撒西米的鱼肉来煲 他们的炸肉才好吃 你们两个不要互相 是不是 不然太多了 感情好的两人将制作完成的餐盒 亲自送往和平医院 每个便当八十块的补贴 对他们来说不是重点 只要能帮到万华人 就是近期最开心的事 我请问你一下 如果说明天要去两个地方 是去万华活动中心 跟去和平医院的话 你可以帮忙 就是你们那边可以帮忙送吗 从五月中旬疫情爆发至今 微轮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 还得不时刷手机 确认板上留言 从小就在三水街长大的他 从没离开过万华这片土地 一直以来对于万华的在地大小事 十分关心 身为我是万华人脸书社团版主的他 也从没想过有一天 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改变一些事情 而戴首套啊穿防护衣 和带结束送菜 好不好 我把今天的單子發給大家 除了送便當挺醫護人員 台北市政府也請維輪協助 送餐給萬華在地的獨居老人 以及居家隔離者 於是他也透過臉書 招募了一群義勇軍車隊 每天11點集合分配送餐 讓所有人盡可能準時 在12點拿到熱騰騰的便當 從小也在萬華長大的旅遊作家 三小A騎著摩托車 在萬華的狹小巷弄中 鑽來鑽去 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 將便當送達 大姐 吃飯了喔 來 好 好 睡裡了喔 好 好 好 怎麼會回來 是喔 我開得到GG的了 阿伯 吃飯了喔 我掛那個問的喔 跟他一起出來吃喔 疫情期間無法出國工作的三小A 雖然也是收入銳減 但看到萬華人有難 他也決定不置身事外 要為萬華人做點事 其實我們不是單純只是發便當 我們就是去發便當的同時 我們會 譬如說你看我們有去敲門 有去喊一下 看有沒有人在 如果沒有人在 沒有回應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用打電話的方式 來去聯絡這個人看 有沒有異常狀況 你說萬華是破口嗎 我們每天生活就是在這裡 我並不認為說這真的是破口 這只是一個日常 每天脫下的防護衣 裡頭的衣服早已濕透 手套甚至可以擠出汗水 但內心卻是滿足的 來 瞧瞧 那個等一下喔 那個小龍哥一些點 就讓你送這樣子 而易永君的另外一位成員之一 巧巧對萬華老街道不熟悉的他 一拿到送餐地址 馬上打開Google地圖 開始研究待會兒的送餐路線 我想先上去雅江街跟西昌街 然後再往下繞回來 到康定路跟西陵南路 大概就這樣 雖然剛剛已經研究過一輪 但實際上路後的喬喬依然是 登機 拖喬依然是 這邊啦 你沒事嗎 好 我是29巷18那種 29巷18那種 29還要再往前喔 喔好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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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是雅江街嘛 雅江 西昌 西昌 好 你這個是兩個在嗎 那在這裡 這個是巷子 不好找 從這邊走 好 索性遇上同事義勇軍的夥伴 這才讓喬喬鬆了一口氣 02 2331 好 我不會執行 不要 你兩個不要一直衝死 欸 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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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 雅江街21 欸 我的車停在哪 那邊 那是我們的這個 對花 對花 天哪 應該在座 好 我去哪便當 一戶一戶愛家一戶找啊 然後打電話什麼的 對啊 對 那也只能這樣子 我就是只有一顆不怕死的心這樣 結果我就去就找 雖然每次的送餐過程 都讓喬喬飽受迷霧之苦 但他仍勇於嘗試 背後其實有他特殊的動機 因為我自己當初那時候確診的時候 在家裡的心情是還蠻忐忑的 一開始的心情就是 還很不真實 過了三四天之後 壓力越來越大 整個心情就是當到谷底了 就是 其實可怕的不是那個 生理症狀 我生理的症狀就是 就是發燒發個燒一天就沒了 最可怕的是那個壓力 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或是我怎樣才算好了 是因為我就在這兒 然後我也確診了 我跟萬華地區的人 一起共同經歷了這些事 有一點點革命情感的成分在嗎 對 雖然只是在萬華租房 但對現階段的喬喬而言 萬華就像是他的第二個家 相較於其他地區 萬華的人情味 尼聚力 都來得更加強大 阿嬤 拜拜 從SARS到COVID-19 萬華一直沒能從疫情風暴中逃開 對內不僅要對抗看不見的病毒 對外還要被貼上許多負面標籤 但是所有萬華人並不氣餒 他們與在地店家等民間力量 架起一道又一道堅實的防疫陣線 展現了萬華人的溫暖與活力 即使疫情重創了萬華 但他們用真心彼此連結 也越挫越勇 相信黑暗之後總有一天 會再迎來溫暖的光明 辛苦了 辛苦了 不好意思再麻煩你們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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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您是不是跟我們一樣 對萬華這個老城區的人事物 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想法跟看法呢 有人說萬華是個包容性非常大的地方 這裡承接了許多 在生活中急速墜落的人 也才讓萬華擁有了比其他城區 都更為強大的韌性與力量 而這一切在疫情之下 更顯現出了人與人之間 連結的感動與可貴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廖方杰 我們再會 吃哦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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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